科学界探索神秘月球的艰难任务又跨出了一大步 印度月船三号探测器星期三成功发射升空 而且在地形崎区人类未曾涉足的月球南极附近软着陆 成为全球第一个完成这一项壮举的国家 举国上下一片欢腾 放眼下一站可以登陆火星、金星等等其他行星 这是印度月船三号探测器 在当地时间23号傍晚6点04分 安全着陆月球南极附近后的欢腾景象 各地人们手舞足蹈、挥舞国旗、燃放烟花爆竹等 庆祝国家完成了一项世界壮举 这次登月任务圆满成功 标志着印度正式跨入航天大国的行列 成为美国、前苏联合中国之后全球第四个实现探测器登月的国家 印度太空研究组织通报 越船三号探测器、完美软着陆月球南极附近表面区域 接下来将积极探索永久阴影部分是否存在水兵资源 同时放眼未来可以进军其他星球 特别olen远算时,现在无法立无法立在亚状况 而不是要去的一种地上 在亞洲和其他大ques 甚至また去的渡全领 正在南非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印度总理莫迪 也通过视讯见证了月船三号逐鹿的过程 他希望借助这次登月使命的成功 能带动私人投资 激发投资者对航天事业和相关卫星业务的热情 人因梦想而伟大 预计月船三号将在随后两个星期保持运行状态 开展一系列实验 包括对月球表面矿物成分 进行光谱仪分析 印度太空研究组织披露 随着飞船完成着陆的历史性时刻 印度计划在9月进行一项研究太阳的发射任务 以及另一项载人航天飞行任务 尽管正式的日期还没有对外公布 但筹备工作预料在2024年之前完成 马西社电视综合报道